毁掉中国工业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答案是 在它弱小又天真的时候就痛下杀手 这不是一个假设 而是真实发生的历史 有一家美国巨头 不仅只用了200万人民币 拿下了年营收10个亿的 中国第七大工程机械巨头 此后呢 更是图谋中国积累半个世纪的重工业家底 而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 众人却还沉醉在好买卖的美梦之中 2003年 美国机械巨头卡特比勒 高调宣布了一个面向中国企业的 100亿美元的超级收购计划 震惊了当时亏损严重 技术落后的中国工程机械行业 大家想啊 能够抱上这个世界第一的大腿 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合作机会 但显然低估了对方的野心 卡特比勒最看重的目标是徐工集团 徐工的前身是巴陆军 鲁南第八兵工厂 如今的也是中国工程机械的龙头老大 全球第三 前两年在中印边境 大展神威的全地形挖掌 所挂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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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时间的 影响 所挂掌 师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将会以3.75亿美元收购徐宫机械85%的股份 凯雷资本说的好听 只想赚钱分钱不插手管理 将来退出的时候 也不会把徐宫卖给卡特这类的竞争对手 可是就在双方欢欢喜喜的在南京签约之后 出大事了 有人发现凯雷收购徐宫 它其实只是个中介 卡特才是幕后的买家 此时双方的协议都已经是送到北京审核了 一旦批准按照卡特一贯PUA合资公司的作风 徐宫下场是可想而知的 但如果说不批呢 协议失效 徐宫就要面临巨额赔偿 肯定得垮 眼看徐宫就要落入外资 有一个人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力挽狂澜 他就是徐宫的竞争对手 三一重工的总裁 向文波 三一呢是徐宫的老对手了 双方多年来互不相让 打得有来有回 在徐宫邀请收购的时候 三一其实也申请竞标 可惜很快就被淘汰出局了 如今面对这个消息 向文波坐不住了 他不理解呀 他不理解这样一家龙头企业 为什么要卖给外资呢 卖给外资也就算了 为什么还要如此被贱卖呢 向文波在愤怒之下 一口气连发了40多篇博客 向全网举报徐宫收购案违规 作为竞争对手 向文波比谁都清楚 徐宫对国家的战略意义 这次收购就是外资对行业 排头企业采取的 斩首行动 向文波于是放话 表示三一集团愿意加价 30%收购徐宫 也因此掀起了舆论的关注 商务部和国资委 随后召集多方举行了内部听证 最终达成共识 要重新修正收购方案 即便凯雷基金创始人 专门飞到北京 连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 也被拉来做说客 这次收购也在反复拉扯 几年之后 最后作罢 后来的徐宫再也没有被收购找上门过 直到现在 徐宫前十大股东 也没有一家是外资 如今回看 除了庆幸 更多的是后怕 因为凯雷资本和卡特比勒 对徐宫的围猎 只是巨大阴谋的冰山一角 卡特比勒最开始的是 以给中国送技术的大善人的形象 进入到中国市场的 80年代就开始跟国内12家 工程装备企业进行合作 转让了多项技术 谋划要打开中国市场 弥补日本企业步步紧逼造成的亏损 虽然说这些技术并不是特别先进 甚至有些即将淘汰 但是也帮中国勉强跟上了世界水平 提高了国产化率 而反观 卡特比勒却是交汇了徒弟 饿到了师傅 到2003年为止 他在华市场的占有率 依旧不到二十分之一 于是 借着2000年后WTO的东风 卡特比勒再次行动 向中国同行们提出了一个价值百亿美元的收购计划 打算买断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未来 买断未来 这说法不是夸张的 因为卡特比勒的100亿美元 其实只是幌子 真到收购的时候 他巴不得一分钱都不出 比如说山东山工机械 国内排名第七 年收入10个亿 就是因为负债累累 最后按照净资产400万来进行谈判 被卡特比勒只用了不到200万 就拿下了40%的股份 等于说是白送 最后连名字都改成卡特比勒青州有限公司 2005年中国工业报推出外资变局系列特别报道 对装备工业各个重点行业进行了全盘梳理 认为欧洲美国日本的跨国公司已经对我国装备工业骨干排脱兵企业 形成了战略性并购趋势 不断的侵蚀这些从建国初期就开始扶持培育的重工业苗子 典型案例就有17个 从变压器到轴承 从发动机到机床 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各路外资布局持续十多年 最终引发了高层关注 随后出手进行干预才及时止损 机械装备行业是国制重器 从三峡大坝国产航母到神舟飞船 还有全国528万公里的公路 100多万座桥梁 4万多公里的高铁 如此庞大的基建指望外资根本就不会有晶铁 连国制重器都是如此 在试向同时期的巴哈哈 以及无数消失在历史中的民族品牌 只能够更加的佩服宗老爷子独自面对惊涛骇浪 仍旧力挽狂澜的勇气 孙中山曾畅想要积十年之功奋发图强 让中国工业能力追上欧美筑墙 如今这条路走了足足100年 尽管艰难 但好在每一步都没有白费 关注小瑶 知性理性更懂人性